王永珍 男三十 山东人 新加坡温莎学院大专工商管理专业 大家好 我是不明则已一名惊人的王永珍 2009年一次代替他人面世的机会 让我有幸去新加坡工作 2012年开始做儿房东 13年办公半读考取新加坡温莎学院工商管理大专 14年办公半读考取新加坡价值证 童年创业资金 15年结婚16年买房 17年偿还贷款39万 我拼命赚钱的样子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我自己靠自己的样子真的很帅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市场扩展 客户服务与人接触的工作 或各位企业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胡老师你好 把那两句话再重复一下 我特别喜欢听那两句话 我拼命赚钱的样子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我自己靠自己的样子真的很帅 谢谢大家 我们也觉得很帅 你刚才第一句话说是因为一次面试 然后你阴差阳错去了新加坡 对对对 我是根据当地的那种劳务中介走的 就是这间劳务公司的经理也是有个人的业务嘛 他就讲 今天我这边有一个人他来不掉 你带我再替一下去面试吧 就是冲个人头 如果面试到了到时候再把名字换过来 就这样稀里糊涂就面试上了 为什么要出国务公呢 因为家庭比较困难 家庭咋了 我父亲在我上一二年的时候就迎病过世了 我的母亲就是改嫁离嫁 所以生活全部都是要靠我自己 那你跟谁啊 那我是跟我大爷 多大开始 大概小学一二年级吧 你母亲对你没有尽早抚养义务 基本上是没有 是吧 所以你跟母亲关系 现在有联系 但是很少 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会给一点 那你是什么感受呢 对母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可以不去恨她 但是无法原谅 她这个说话拿捏的尺度都很好 那你这个新加坡温莎学院是出国 对 是我去了在那里工作了之后 然后我觉得我的学历不够 因为初中毕业以后就去了嘛 去了之后是在工厂里面 在工厂里面感觉到跟那边的人啊 好像差距差很远 然后呢我就报了晚上的学校 你在新加坡留了多少年 今年是第十年 你还在新加坡 对 我还在新加坡 那干嘛呢现在 因为我现在开了一间小餐馆 有 在新加坡创业了 那创业挣到钱了吗 嗯 还不错 现在小店每月营业额都在十万元以上 所以回家买了房子 嗯 结了婚 对 那老婆哪找的 老婆是在新加坡找的 但是是山东人 然后现在她在国内 她跟孩子在国内 买的房子在哪呢 也是在我们泰安 所以再回顾到你刚才上场 我让你重复的那句话 虽然我挣钱的样子很狼狈 但是我一直靠自己 我真的很帅 是吧 你完全都是靠自己 对 因为17年我就特别想来 我在手机里看到你 我都看到不想再看了 我就把这些全部都取关了 但是总是忘不掉 忘不掉 为什么那么讨厌我呢 不是讨厌 是非常喜欢 喜欢的都想把你忘掉 你今天面试的是市场拓展 客户服务 我觉得你可以做 但市场拓展你做过吗 我没有做过 但是有时候我会看 有关市场方面的书 你要薪资多少 一万二 市场拓展一万二个挺高的了 你又没干过 对 没干过可以学吗 可以学那你就工资不能那么高吗 对不对啊 要不然的话我们给钱给你的时候 我们很狼狈的嘛 不会 对不对 我们拒绝了你的时候 我们很帅嘛 永珍啊 如果是你真的要去做这两个岗位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 你把你的薪水调到五千 其实你如果是说 真的是一个有本事的人 你进去的时候可能只是五千 但是你创造的价值提升的时候 你的薪水既然而然 那就上去了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他有一股的宁静 他是可以做市场 可以做销售的 可以去开拓一块领域的 但是你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潜力 你必须现在要有一个起点 你要是真的就像你那句话所说 靠自己我很帅 我有能力回国之后 一样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那你就从五千开始 就像你今天整场所表现的 那么励志是一样的 你调吗 五千 第一轮选择学会 还有八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他带来一段演讲 题目是什么 题目是我的人生 来 开始 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晚上能够在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来分享我的人生 我叫王永珍 出生于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家庭里 本来应该有一个 幸福快乐的童年 可是在1998年星期五中午的一天 我的父亲因病过世 不久之后 母亲迫于生活压力 改嫁离家 我和姐姐只能站住大爷家里 在一个四家非家 四亲非亲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可能因为一时的贪玩 没有把田地里的农活做完 晚上就会没有饭吃 也可能因为一时的调皮捣蛋 被人骂为有娘生 没娘管的小痞子 曾经一双球鞋 穿到脚趾头和我打招呼 同学们有爸妈接送 我羡慕嫉妒着 就这样 一边受伤 一边成长 永远都忘不掉 第一次去饭店工作 吃的第一顿员工餐 内心激动感慨着 在这里工作真好 有那么多肉吃 而且可以随便吃 同时我也决定 我要做一名厨师 这样不管将来以后走到哪里 我都不会再看人脸色吃饭 饿肚子了 2009年 一次代替他人面试的机会 让我有幸去新加坡工作 2014年9月15日 我以合作的方式 将自己结婚的钱投入 投资开了一间小餐馆 当时面对的困难 挫折 坎坷 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现在我的餐馆 每月营业额都在 十万人民币以上 我也得到了不菲的收入 朋友们 你们知道 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吗 就是你什么都懂 就是不愿去做 别让懒惰 毁了你的一生 谢谢大家 就是刚才你那段演讲的 我觉得既没有引起 我的那种同情 也没有引起我对你的那种 演讲的内容的共鸣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创业者 吃的苦绝不比你少 但是为什么你会拿出来说 我们不会拿出来说呢 是因为我们对 同样一件事情的承受能力 不一样 我觉得你之前那个苦 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所以你现在的努力 在我看来呢 是一种 带有一种报复式的努力 就是我要争口气 要怎么怎么样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就很平淡地对待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把这些苦 挂在嘴边 老去想它的时候 你生活是不快乐的 我只想跟你分享 我对你的演讲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叶院长 这边就没有色深处地地 去想一想 叶院长你去想一想 你是什么样的家庭 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背景 你有多少机会等着你 这位后人他有什么呢 同时的话 我们就看到 他没有任何的抱怨 他反而的话 他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礼物 我是认同叶院长的话的 其实你说他苦吗 他曾经受过苦 但是现在的他 就是在我来讲 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对不对 他的幸福是他努力得来的呀 没有 我不否认 在他整个过程中 你有幸福的感受吗 我听的时候 我的能量越来越低 不阳光 对 我再往返点 因为其实我们都在说 就是现在这两年 特别热的一个话题 叫做童年阴影 原生家庭 你觉得他不太阳光 没有那么幸福感爆棚 可能是他心里那个坑 还没填满 是的 所以我们都给他 足够的爱和热情 如果知道 他要走下去的话 他就再成功 他也感受不到幸福 李群 李群 在这个场上 你是心理医生吗 你是他的父母吗 我们关心的 不是他的心理健康问题 他幸福不幸福的问题 而是考核员工的问题 我认为他表现的就是 这表现的素质 反而是一个 拥有员工的素质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能不能问一下选手 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 我现在挺幸福的 对呀 这就好了吗 真的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拆呢 我现在什么都有 都挺好的 但是他们觉得我悲观 其实我在台上 我不能嘻嘻哈哈 只能说严肃一点 没有表现悲观 只是我把我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 刚才叶子龙说 我也吃过苦 但我就不会说 你会说的 你只是没机会说 第二 你说他的苦 跟很多人受过的苦 比起来 未必有那么的深厚和强烈 父亲走了 母亲改嫁 跟着大爷过日子 这还要叫不惨啊 现在有父母 爹妈都在的情况下 拿着家里的钱 啃老买房子 大有人在 他一个都没有 靠着自己 一砖一瓦 一个平方米 一个平方米的 做出来 而且你还听他说到没有 他说父母 现在我该给点 我还给点 而且他说了 我会原谅 但我不一定完全能够放下 这是时间问题 谁又能做到那么宽容 我们很多人站着说话 不要同 放下吧 但放下 真的那么容易吗 我们没有体会过 真刺不到 不知道疼 他能够站到这儿来 而且最后降到五千 而且他从头至尾 我们不管说 你到底是薪酬高了 还是怎样 他始终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的情绪 和很多童年龄的孩子比起来 我感觉从他的身上 我感觉到了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他内心是充满快乐的 我拼命赚钱的样子 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我自己靠自己的样子 真的很帅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出场经商课堂 拥有多少钱 可以实现你当下 阶段性的财务私有 为什么 大概有个几十万就可以了 因为就是穷怕了 多多少少都要自己留一点 不管是家人啊 家庭啊 还是生活啊 都需要用 其实我觉得 他真的没有那种好高骛远 而且他是很实际地 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很诚实地告诉大家说 我穷怕了 所以我需要一些钱 我需要一些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的话 他回答的是蛮加分的一点 其实啊 刚才你在回应老叶跟李群 为什么说感受不到幸福感 其实反过来是 他感觉到他有一种悲观情绪 这种悲观情绪 就来源于他自己所说的穷怕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种悲观情绪 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这种悲观情绪 未必代表他是内心存在抱怨的 只是他总是缺失安全感 他对任何事物 他可能是先从坏的那个方面想起 而竹老师描述的准确 对 我们其实更希望他能感受到 生活中那么多幸福的点 他是一个悲观的务实主义 对 这是我们担心 甚至有些心疼的地方 我觉得有必要 这个让他尝试一下 简单的销售 就是你们肯定愿意 如果他接受四五千 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做销售 肯定愿意的嘛 你选一个产品销售 卖鞋吧 好 卖鞋 卖斯卡勒的鞋 你就卖给王金慧吧 王总 您好 我问一下您平时有出去户外运动 或者是有这个爱好吗 当然有 现在我们斯卡勒户外 现在推出了一款 很新潮流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买一送一的 特别优惠的一双鞋子 为什么是买一赠一啊 不能买一赠二吗 因为它是现在的新款 正在要打这个广告 只是这三天而已 三天过后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你是觉得这个鞋便宜 然后优惠 我是过来买的是吧 对 它也是比较耐的 新出的 比较潮流 然后又比较划断 我脚上穿着一双够潮流的这个登山鞋 不需要 谢谢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只要888块钱 你就 你要卖生活方式 不要卖价格 坏东方式 这个您的这个品牌没有我们斯凯乐的好 他用特殊材料制作的 这个错处 处处都是错 先否定 你先找一下王总的痛点 他那么忙的一个企业高管 他有没有运动的需求呢 要传达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吧 刚才那个曾花都讲了 另外不要打压对方 对手 而且还否定了你的客户的之前的选择 对 他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销售人员 他给我交了卖给我鞋的时候 其实我再有打问号 我再有想就是什么样的职业 包括什么样的岗位适合他 其实我一直没有找到 你还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帅吗 还好 那你不觉得你自己做市场销售 就目前为止 你这个金两不够吗 你感受到了吗 感受到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的所谓自信 不是靠满墙热血就可以 你以前干餐馆能成 吃苦能成 但有些事是要靠技巧的 没干过就是没干过 来吧 第二轮选的徐货磊 还有一盏灯 来 直接进入 来 行 三盏期 虽然我对你的演讲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对你的奋斗精神 还是非常满意的 我给你的岗位是商务拓展 去拓展我们整个的眼科方面的一个业务 我给你的底音是6000起 有问题要问吗 就是未来三年之内 业企业家就是打算把我往这个眼科方面去培养吗 其实可能你有点误会 虽然我们是眼科医院 但是我们有三分之二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做专业的 医生 是在里边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所以在我们这企业里边 你感觉不到你是一个医务人员 而你感觉到你是一个工作人员 是一个服务的人员 好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梅尔木眼科医院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